第七十七屆康城影展在星期六五月二十五號閉幕 除了九龍城寨圍城這部香港電影值得我們關注之外 還有一部作品值得我們留意一下 你心中有沒有一些選擇 無論你什麼年紀即使你沒有看過 也一定聽過《人鬼情味料》這部電影 最入腦的莫過於男女主角雖然是人鬼相隔 一起去做陶瓷的那場戲 當年的女主角就是現在入行超過四十年的迪美摩亞 Demi Moore Demi Moore這次憑著恐怖喜劇 The Substance 暫時譯作物質 第一次角逐金鐘女大獎 日前在康城舉行了一個守英禮 雖然因為出了少少問題 遲了二十分鐘才開場 一直到凌晨一時才放影完畢 但也沒有阻止觀眾的熱情 看完之後全場起立鼓掌 長達是十三分鐘那麼久 這個反應是超出了他們自己的想像 又引起了大家的議論 又能夠令到人看完之後 有一種難以置信的喘息的感覺 有些人皺眉 有些人大笑 總之反應就很大很多了 這部兩小時二十分鐘的電影有什麼特色那麼厲害呢? 迪美魔雅的演出又有什麼特別呢? The Substance 是由法國女導演 哥羅拉花哲 自編自導的 這位法國編劇兼導演 在他的儲類作復仇 Revenge 當中 完全是不會有任何的克制的了 當他要用到血腥、裸體等手法的時候 如果跟他那些令人震驚的其他後續作品相比 這部電影The Substance 其實都很克制 非常正經的了 The Substance 是一部演藝界的諷刺劇 把Charlie Kaufman 的科幻小說概念 應用在日落大島 Sunset Boulevard這個主題上 女主角 Debbie Moore 飾演 一位叫Elizabeth Sparkle 的過戲女演員 一開場就用蒙太奇的手法 展示出Elizabeth Sparkle 在Hollywood 星光大道那顆星星 因為是時間歲月的流逝 最初在地上當然是發亮發光閃亮亮 現在就變成了破裂和骯髒的一顆星 情況就真的好像Elizabeth 在這套戲飾演的角色一樣 由奧斯卡獲獎的一線明星 變成現在要在日頭 做見美粗電視節目的主持人一樣 有單銀幕 回到小銀幕 還要主持一個日間飛黃金時段的節目 我接下來也會說說故事的大綱 雖然結局後續不會踢爆 但很怕聽到故事大綱的朋友 可能看到這裡就好了 有一天在錄影完一集之後 Elizabeth就發現女洗手間 out of order 因為故障問題不能夠用得止 沒辦法 她也要用洗手間 所以就小心翼翼地 輸入一間 似乎沒有人用空蕩蕩蕩的男洗手間 很多電影都有類似的橋段 就是你進去廁所格 總會有意無意 當中聽到一些重要的消息 甚至是一些和自己有關的消息 這次Elizabeth也一樣 聽到是一場惡號式的消息 又粗魯又可惡的製片 Haffey一邊小便一邊打電話 說甚麼呢 她用最沒禮貌的方式 去跟對方討論 Elizabeth的合約就快結束了 表示是時候要用年輕貌美的主詞 準備踢走Elizabeth 這是唯一的演出機會 Elizabeth聽到的當然很傷心 很難過悲痛欲絕 有一天在醫生的辦公室 有一個很神秘的年輕醫生 秘密地提醒她 你要留意一種新的非官方情緒 這個叫做The Substance 我們可以在豪華公寓的好私物空間裡 通過解法學 把新的華麗的年輕的自我 由你的脊柱背脊出來 就像一隻雞蛋當中腐化出來的雞仔一樣 是不是聽起來都覺得很噁心 這是一種自我複製技術 所謂Self Cloning 任何人都可以生成 另一個比自己更加青春美麗的自我 但有一個條件 這兩個女人是不可能同時保持清醒的 只要她們確保每次只出去胡同一個星期 然後跟另外的自己交換位置 一切都會非常好非常順利 每人各自享有一星期的生存時間 聽起來似乎是很公平的規定 結果當然是事與願違 Elizabeth的年輕華麗版本 就是由馬加麗特庫利飾演的Asu 憑著她天生的魅力和令人心碎的那種少女般脆弱 幫到她接替了Elizabeth所有演出的工作 很快就成為超級巨星 每個星期離開工作室一次 以便是輪到Elizabeth可以過她的生活 每一次Asu都會跟製片人Haffey解釋 她需要時間照顧她病了的媽媽 某程度上來說都是真的對的 Elizabeth可以活著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出來了 因為她甚麼都不能做 不知她怎樣打發自己的時間 至於Asu有時甚至忘記了 讓Elizabeth出來交換身份 讓年老的自己可以活一個星期 Elizabeth抹著這個情況 對於混亂法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編劇兼導演哥羅拉花節 扭曲的故事是挺有趣的 特別是如果你喜歡聽人類肉體 遭受很可怕的事情的時候 會發出那些噓噓噓噓噓的破裂聲音 你便一定會喜歡這部電影 Demi Moore演繹了她幾十年來 一個最好的大銀幕角色 她無所謂的具感 直接去模仿 去Parody自己的公眾形象 亦毫無保留地作出裸套的演出 其實這部電影都有她較為深層的意義 當中的諷刺性亦很簡單很明顯 娛樂化妝品和醫療產業 在迷戀年輕漂亮的女性中獲利 這都不是什麼秘密 編劇兼導演哥羅拉花節 可能是反對 透過外表來評判女性的方式 但是外表 真的是這些特定女性所擁有的一切 我們這次好像被邀請去看 去觀察他們的皮膚有多光滑 又或者有多少皺紋 但是我們有沒有看到其實 這班人背後的希望和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朋友 又或者是他們的親人 這部電影最後的半小時 是很瘋狂的 那種瘋狂的程度 是會令你印象難忘 非常深刻的 隨著Elizabeth Sparkle和Sue開始 令彼此心煩意亂 這部電影就變得更加有趣 更加骯髒了 直到他最終發展成為一部 瘋狂的怪物電影 Monster Movie 充滿了血腥 身體恐怖怪異的各種呈現 對某些觀眾來說 這個瘋狂的結局 足以成為他們很愛 很珍惜The Substance 這部電影的理由 但是可能對於其他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足夠很大的理由 都是避開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影評 可以說是好壞參半 喜歡Cult Movie 自然會愛上這種帶著幽默的恐怖感 不過也有人覺得 故事較為單薄 探討問題又不夠深入 將來大家有機會看過之後 就可以看看自己屬於哪個派別 電影裏所描繪的情況 不是沒有機會出現 為何我這樣說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繼續 歸完美有新產品推出 這次和頭髮無關的 是沐浴露 一共有兩款 一款擁有高效保濕爽膚 抗敏修復功能的橄欖滋養香薰沐浴露 另一款擁有高效保濕透亮淨白 和各質調理功能的青檸美白滋潤沐浴露 如果你有興趣 免費獲得一份感受版沐浴露 立即打電話登記 55668 299 成功登記的話 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和一次免費體驗療程服務 價值超過一千元 快點打電話 55668 299 頭髮有甚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和個案實證 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陽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法在生黃衣 chat 打電話和我撤下 從古至今 不論男女 愛美都是人的天性 全球醫療美容市場的規模 在2022年已經去到154億美金 預計到2028年市場的規模 是會去到269億美金 在2023至2028年期間 預計的表現應該會出現 9.49%的成長率 醫學美容是涉及不同的醫療程序使用 例如面部注射劑 照片美容 身體素形 脂肪糰治療 雷射脫毛 美容手術 這些都是由合格的醫生進行 應該要這樣 來恢復修復皮膚 和改善個人的美容外觀 因為很多的程序都比較快 亦有一些相對安全 有效用微創的方法 接受這些治療的朋友 又不需要停工 又可以有限度 減少自己老化的過程 令自己的外觀更加好 增強自信 又可以提供持久的影響 所以醫療美容在世界各地的醫院 診所相當之流行 醫療水療中心和美容中心 亦都有廣泛的應用 目前在全球的範圍之內 微創和非入侵性的美容程序使用 一直攀升 促進了這個市場增長 是有很多因素的 包括個人對醫療美容認知的提高 不斷更新的技術越來越先進 還有很多方面 用戶使用型產品的廣泛存在 醫療旅遊的成長趨勢 醫療保險的可攜大勝 都促進了這個市場的成長 另外世界各地提供醫療美容治療的醫生 和外科醫生的數量都不斷增加 再加上和傳統外科手術相比的各種優勢 例如較小的疼痛、較小的疤痕和更快的復原 都對這個市場產生了積極正面的影響 另外不知為何 面部先天性畸形的情況又有益普遍 也為了這個行業的參與者提供了很多有利可圖的成長機會 這些企業廣泛是投資去做研究和開發的活動 來推動整體的銷售和盈利能力 甚至有些國家的政府都在採取計劃 去促進提高認知的計劃 這也使得醫療美容的需求升級 所以真是說不買 這部The Substance 電影中所描述的一切會成為事實